欢迎大家来到Youtube 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来大家 今天来大家欣赏一下 Tenor 中国大陆的 风土 人情 和自然风景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 位于中国内陆 一个省份 河南省的一个 乡间小路 农村的情况 大家看远处 远处就是 这个采石场 大家看 这个是想外田 这个是 菊花 野菊花 我们这边菊花可以吃的 可以泡茶喝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就是石场 石头场 大家再看一下 大处都是石头 这地底下埋藏了大量的石头 那边就是两座山 什么东山 大处叫五云山 大家看我们这边的小麦田 都是小麦 很多小麦的 远处都是渭鹅的高山 远处都是渭鹅的高山 我们正在输鹅 在终于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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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远处也是矿兰 不要卖田 大家看 就是想賣田原醋 這個綠皮 就是如果哪裏有工地的話 它這個綠皮就放在哪裏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樹 本土的樹 大家看地裏有很多牢果 我們這邊的一種動物非常普遍 大家再看遠處的風景 秋季都是一片綠綠的秋季 大家再看一下 遠處的風景都是山 無窮無盡的山 遠處的山很多 大家看 太陽現在照射一下 光線可能有刺眼 我走這條山路 早上也有可能會有很多人在乘跑 山里面比較近 也適合跑步 大家看 大家看這個雜樹 這裡有雜樹 這個玉米桿已經乾了 玉米桿 另外一邊 像這個山路 現在是山路 山路上 在山路上 山路上 山路上 看一看,这是一小块玉米地,小麦地,不是玉米地 大家看,我从山上往下面拍摄,风景就这样 对面也是山,那边山更高 下面是个石头场,彩石场 大家看那个远处就是我们这边的房子 农民家的房子,我们这边的房子都是那样 大家看一看 这都是远处的山,树,很多,这个是矿场 以前小时候上学时,放学回家经常喜欢来地里面玩耍 因为我从小在这个山里面长大,对这个地山非常热爱 也非常有那个怀念情节 不过我们这边虽然属于平原区,但是平原地我们这边比较远 我们这边还是以山地为主 在中国有70%都是山地,丘陵和高原,平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像东北,华北,就这很小一部分是平原,大部分都属于山地 再看一看,那是桐树 银沟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山脚下 有葱林 有葱葱的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桑树 在门这边 以前我家里也养过蚕 蚕就是吃这种叶子 吃这种桑树桑叶 以前门这边也有很多养蚕的 不过现在因为养蚕的经济 输入非常浅薄 所以很多人就出去打工了 不再种地和养残了 都纷纷出去去城里打工了 或者去沿海城市打工 来维持收入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那是什么 大家看那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这样的石头没有 这个石头就是两块地的地界 在我们这边都通过这个石头来划分地界的 东边属于张家的 C边属于刘家的 这个石头就是以死为界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远处的山 中国以前经济不发达 尤其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时 特别贫穷 我们以前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叔叔 全部都在地里干活 虽然地不多 都是一亩或者两亩两三亩地 但是也都在家里 没有出去打工的这种现象 后来进入二十一世纪 之后大量出出门打工得比较多了 在家里种地的水越来越少了 中国现在把粮食收购价格压得非常低 像我们这边按斤 一亩地大概能产一千斤粮食 一斤也就是八角人民币 八角人民币就非常少了 美元是一美元对七元人民币 一元是等于十角 大家计算一下 一斤小麦是八角 十斤是八元 十斤小麦也等于一美元 等于一美元 国家把粮食的价格压得非常低 很多农民被迫抛弃土地 去城流或沿海地区打工 来维持生计 没办法 出去打工的话 一个月能拿三百到四百美元 那就是说两千到三千元人民币 有何美元就是三百多美元 三百五 有三百五美元 现在在老家种地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的 实在是没办法出去打工了 年轻人基本上全部都去城里了 去沿海打工了 或者在城里买房了 我们这边的房价 现在在2003年05年以前是八万人民币一套 有一百多平方的 也就一万美元 一百多平方 一百平方吧 一百平方的房子就能买下来 现在不行 现在已经涨到一百万人民币 也就2003年是八万人民币 现在2018年 一九年都已经涨到一百万人民币 也就是和十万美元往上 换算成美元也就是十二 十二万美元 以前是一万美元 那这十五年十四年过去 大概是最近十年来房价 翻了将近十倍 中国的房价非常恐怖 翻了十倍 大家看我们这边的房子 以前都是盖房子 我们这边都是盖的房子 九十年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 九几年 八几年 在80年到八九年之间 是盖的瓦房 红顶瓦房或者黑顶瓦房 后来到九十年代是盖平房 我们农村都流行盖平房 到2008年以后 都是流行在县城买房 买商品房 最近十年流行买商品房 不再盖房了 大家看远处的风景 买商品房的话 房价是一直往上穿 以前在农村盖房的话 我家里盖了两层楼的房子 下来才合三万五千人民币 也就合四万人民币 换算成美元的话五千美元 五千美元 就可以盖一个两 就可以盖一个两层高楼了 大概是十间 我家的房子还是十间房子 上面的五间 下面的五间 总是十间房子 就类似美国的独栋 别墅 那样的规格 才五千美元 是96年 96年时 我家盖的房子 现在不行了 现在全部都去城里买房了 将近一百万人民币 一百平方 而我家以前是 才五千美元 都合六百平方了 大家看这个水罐 这个是农村营用水工程 农村营用水 这个水罐供很多农村 很多人是喝水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 土地的整改项目 大家看这个远处的山 行 今天的录制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拜拜